美国再次升级对华制裁 致意打压中国高新产业 在沉默24小时后 中方终于出手 宣布限制关键材料出口 并表示已经提前告知相关国家 美国升级了什么对华禁令 中方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反制美国 本期是回来解读 据环球网报道 在10月17号 美国连续实施两项对华禁令 先是宣布升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令 想要弥补对华制裁的漏洞 随后美国又禁止美企向中国出售4090显卡 由是不得让中国获取驱动人工智能模型的工具 美国新一轮对华制裁刚发布 大批美国半导体企业股价急剧下跌 其中英伟达损失最大 股价暴跌约5% 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股价也下跌1%以上 不到一天时间 三家美国半导体龙头企业就损失了约4200亿人民币的市值 事实上对美国拜登政府执意打压中国的做法 美国企业早就非常不满 此前 英伟达 英特尔高通三家美企的高管就前往华盛顿 竭力劝说拜登政府放松对华制裁 然而 华盛顿政治精英坚定认为 不持续打压中国就不能让美国确保国防关键技术的优势 个人认为拜登政府升级对华制裁的做法必然会加剧美企的不满情绪 使得美国后续的恶化措施成本大幅度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升级对华精灵后 中国外交部在18号作出回应 明确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在沉默24小时后 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10月19号发布公告 宣布限制高密度高强度高纯度人造石墨材料及制品 天然鳞片石墨及制品的出口 限令将在12月1号生效 中方还表示接下决定已经告知相关国家和地区 对世纪加者限令生效后 中国再次的关键材料实施出口限制 在国际重点研发领域新能源方面 石墨消费量在50%以上 而且比例还在提升 在富级材料领域 石墨也是不可替代的材料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 中国石墨供应量占全球的67% 为世界第一大石墨出产国 可以看到 中国在石墨领域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限令会极大影响相关产业 个人认为在中美博弈激烈的背景下 中方需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对美国的无理打压进行有效遏制 这次中方再次对关键材料实施限制 美西方势必会炒作远离中国供应链的言论 然后会研究可行方案 寻求在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实现供应链自主 然而 西方协力构建替代供应链带效果很差 无论美西方怎么努力 试图构建替代产业链 也无法改变中国在加者 石墨等关键材料生产方面的绝对优势 从美国的情况看 其产业已经明显空心化 现在想要重建产业链 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源 而且短时间内得不到成效 更让美国头痛的是 即使构建自己的产业链 中国也能通过解除出口管制措施 用价格战将其击溃 甚至可以说中方对关键材料实施管制 就诱使美西方构建产业链 从而浪费资源和时间 此外 除了加者和石墨 中国的关键材料牌还有很多 例如稀土 若美国执迷不误 继续对中国进行打压 那么中方会实施新的管制措施 维护自身利益 此外 中国还会加快高新产业的发展 让美国无法继续卡脖子